接著就到a2了 問問當我們a是1的時候 e的解決是怎樣的 留意一下剛剛1說過就是 對不起 剛剛1就算過a不等於-1 over 2 不等於-4是unit的 所以現在得到1的時候就是這個個案了 所以現在就應該不會是unit解決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不如我們寫回whena等於1的時候 我們的e其實是怎樣的 那就應該會有1,2負1 接著就1負1,2 1負1,2 接著就負1,1 接著就負1,1 接著就1-3,就是負2 然後右邊就變成0 負2和2 0負2和2 我們就做一個Gauss elimination給它 所以這裡就要召回 1負1,1,0 接著就0,0,0 剩下的位置就自己填了 所以就去到211個Bit那條Program 接著1,1負1,0 2負1,1負2 負1,2負2,2 出來會有 負3,3,負2,0,0 最後的0等於0是合理的 亦是好事 代表它有infinity many solution 我們就可以寫一個set等於t 那扔到第二行 你就會有-3y 再加3set 即是加3t 等於負2 所以y就等於2加3t 再除3 你可以寫好2over3再加t 然後扔到第一行的話 我們會有x加y 即是加2over3再加t 再減Z 即是減t 是等於0 所以x是等於負2over3 所以我們的solution set 就會等於負2over3 2over3加t t such that t belongs to view 就是這樣